紅群女子鬼鬼祟祟 等著民眾一離開就靠近了垃圾桶 不斷翻弄 突然垃圾桶上冒出火光 瞬間起火燃燒 9號下午1點 台北市西門町武昌街二段的電影街 發生了縱火案 這裡又被稱為是電影街 每到假日總是人潮眾多 而起火的就是電影院對面的垃圾桶 當時女子疑似刻意選在 人潮眾多的電影街 先在這裡等待機會 再點燃手中的洋娃娃 再把她放到垃圾桶上方 隨即快步離去 幸好民眾馬上發現通報消防局 火勢燃燒不到5分鐘 就被消防隊員給撲滅 是你附近哪家商店著火 結果不是 消防車就停在這個垃圾桶 煙氣汁也不大這樣子 就像人在燒紙這樣子而已 後來就走了 大概前後5分鐘消防隊就走了這樣子 而能夠順利破案 就是因為當時晚上 遠景在這裡巡邏 因為遇上了正在附近遊蕩的女子 因此才把她逮捕到案 9號晚上10點 當時女子在成都路上 騎著腳踏車 被正在駐點巡邏的遠景認出來 當場把她逮捕 而女子被捕後態度配合 到案後 公稱是有人指使她 才會在垃圾桶上面點燃娃娃 只是在大庭廣中之下 虛擬縱火已經涉犯了公共危險罪 警方也會持續追查縱火原因 記者許志明 蔡秉鴻 台北採訪報導